通常如果我穿這樣 你們一定都會一直這樣 想叫我脫啊 對啊 今天都沒有 對啊 你們先走啊 那這樣子你這樣 是不是 他害羞 你說現在收場嗎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收場 我覺得實用很重要 對啊 我已經很久沒有穿 那種很高的高跟鞋 所以都沒有特別再去買 現在其實好像有五十雙吧 應該差不多有 然後我大概也 一百雙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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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幾 你少來 你應該有 應該也比我多吧 我們兩個大概旗鼓相當差不多 好啦 他蠻多時候會想說服我 但是我其實也不是說 我不願意去接受他 只是就是習慣性的 會想要跟他辯論一下 很多啦 工作上面的 或者是穿衣服上面的 但這次穿搭 真的是我們說服了一段時間 我那時候 才肯把裡面那一件拿掉 因為我那時候定裝的時候 我自己穿 但我沒有進 我這樣往上看 好像都看不到 走到他們面前 他們一看就 不對 從他們眼神 我應該是全我的概念 看得到嗎 說真的 你們現在這樣看得到嗎 對啦 其實還好啊 對啦 我覺得造型 對啊 我已經說服我自己 我沒有被看到 對 光你的進度 就大家就是知道的 真的 最近要吵架嗎 蛤 蛤 這麼突然 沒有 最近沒有 其實很久 對啦 最近沒有 都沒有 妳的婚家有很特別嗎 一定是特別的 請林毅老師特定讓開 有她漏蠟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那不會 就是我覺得她這次做的 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很特別的 但當天的會不會很難 對 一開始我覺得很難想 但真的靜下心 開始認真要 因為我是打在手機的那個記事本裡面 就發現 欸 好像 不難想 而且反而會寫得太多 不不不不 3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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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太多太多 我們在馬爾地步 有講過一次 然後我第一次跟她說 我也講過一次 所以 我一開始想說 哇 怎麼辦 要同一個話要講三次 我會不會講到都沒感情 然後就發現其實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中間其實真的度過很多的事情 所以當我自己的情緒在那個狀態裡面的時候 反而是怕講一個太多 在寫的時候會有一個頁嗎 會 沒有 我還要自己考量說 我自己在講的時候有沒有感動 因為別人才會有感動 但我相信第三版本應該是 可以感動 要拍 不不不不 通常如果我穿這樣 你們一定都會一直這樣 想叫我脫啊 對啊 今天都沒有 對啊 你這樣怎麼 他這樣子你這樣 是不是 他害羞 這兩個都多嗆 你們開車的時候會把右邊的鞋子脫掉 他油門嗎 我會 他也會 因為鞋子一直蹭在車的那個地點 會髒 所以我都會上車就先把右邊鞋子脫死 放在旁邊 確保我鞋子是乾淨 我覺得他自己先包 最困難的 排座位 對 困擾的是 可能大家在快要截止之前 打來說 可能沒辦法來 或是我各位的家人之類的